那互动网页里面的话,一定会有动作 那最常看的就是寻答 对不对,人跟人之间最多的动作就是问跟答 人跟人之间的最,世界最互动的样子 我先问你一个告诉我,就是问答 三个 三个问答 第一个,纯告知 是说 然后这里面,你要告诉人家什么东西?纯告知 别人没有什么好选择 第二个confirm confirm的话告诉你,是说 是否,要不要,确定取消 它就会有两个学校 然后里面写你要告诉他什么东西 按你的取消,反而就会有一个判断词 按了确定,你会写的一个判断词 其实这个判断词就是4、5、5 就是在不一定算里面,4、5、5,对你错 然后另外confirm,confirm就是给你空格兰写的资料 然后我收你的资料回来,没有是否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 我这个地方的话,报告你不放 叫做 你的名字 对不对 然后你把名字填进去 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再显示给你看 我用Document Write的 Document Write是在网页上没有弹出死窗 Auto是弹出一个死窗出来 一个对话死窗出来 但是网页上的显示很多 不想讲,所以一个全接收的网页而已 那JRSQ 里面其实它的那个互动机制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用 因为我们早期的HTML格式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布告栏形式的东西 它只是把早期的DBS站 对人是文土地貌的DBS站 所以早期的浏览器它只是一个文土地貌的布告栏 只是现在它发现好像 想法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多 所以广页的形式表现法就越来越复杂了 那它早期的想法系没有想到那么多 就是几个简单的寻导 或者不下去就可以 就三个没有了 没有别的东西了 所以你希望跟用户之间有什么互动行为的话 我想跟着办法 那么好